慷 거죠 phon шmand u 歡迎大家來到這最後一下場次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張鐵志 我來自台灣 現在鑲在香港 擔任香港一份傳奇的雜誌 叫好外雜誌的主編 没想到大家对这个杂志这么兴奋 这三天我想大家都得到很多思想上的刺激 也学到很多东西 在今天这一场我们是个总结 一方面从概念上我们来探讨 到底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或者说到底我们处的是什么样意义上的一个公民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也来谈谈 到底我们作为青年人可以做什么 那很高兴这一场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从私人来说她是我的老同学 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在Columbia University念政治学博士 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学校有位非常出名的同学叫刘渝 那不过当时她的出名呢 好像主要是作为一名美丽的文艺少女 那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回国 现在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 成为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知识分子 让我们用热烈找针欢迎刘渝 今天真的非常难得 有这个机会在现场让刘渝从她个人的经验 从学体上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公民社会 因为我们时间很短不多 所以我们就请刘渝可不可以直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她自己对什么是公民社会的一些看法 好谢谢铁志的介绍 刚才铁志的介绍可能给大家带来一点误导 因为她说美丽的文艺少女 结果大家看到一个就不太美丽的中年大妈 所以我要为此跟大家道歉 没有没有她还是永远的女神形象 谢谢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叫刘渝现在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政治学 今天呢就是我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 然后大家都这么关心这个公益事业和公民社会 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而同时呢我也觉得有点惭愧 让我来跟大家分享对于公民社会的感想 因为我想在座的年轻人吧 我觉得你们其实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计划上 可能在公民社会这方面都比我做的要多想的要多 然后我到这里来分享我的感想可能有点搬门弄斧 但是呢就是我就是以我作为一个大陆中国人和一个学者的角度 也许可以说一些就是和大家视角不太一样的东西 那我今天既然是来分享我对公民社会的看法 我想先从社会这个概念讲起 社会这两个字 其实在这个大陆 至少在大陆的这个语言里面 其实经常被视为是一个贬义词 也就是说在我自己印象中 就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 经常大人老师会经常说 社会上很乱的 就或者是这个你现在在校园里太单纯了 你走入社会你就明白了 或者说这个人他被社会上的人带坏了 就社会经常是一个贬义词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那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中国特色 至少是比较大陆特色的一个现象 因为如果你把这句话翻译成这个英语 比如说你就说这个 就是 You will understand after you get into the society 那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说 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就会说 which society 他可能会认为我们指的是不是一个社团 因为society在西方来说 并不是一个那么负面的概念 那我想到这个里面其实体现我们 中国文化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理解 就是我们的传统比较相信那种有组织的权利 不太相信那种自发的社会的秩序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就是一谈到社会 我们就有一种敌意 一种不信任 甚至是一种恐惧 所以之前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 这个就香港的一个著名的隐姓 陈龙大哥就说过一句话 他叫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就这句话实际上本身其实也反映了 对社会的自发力量的一种恐惧 那我觉得到今天 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走到现在这一步 我觉得是到了给社会去妖魔化的一个程度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方面 这些所谓的中国人需要被管的 这些管人的人也是需要被管的 权力是需要被监督的 但另一方面来说也是 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丰富 那么政府的两只手可能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情 需要更多的社会自治的力量 所以我就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在大陆来说 现在有一个做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人 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叫王克勤 他一直在做一个叫大爱清晨的项目 就是有一种很可怕的病叫陈肺病 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那种小的矿井 那边的生产条件特别的差 缺少政府的监管和企业的责任 所以导致大量的这种农民工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大概有六百万人得了这个陈肺病 这个陈肺病呢 其实严格来讲不是不治之症 就只要你有钱 你是可以治好它的 但是这些农民工就是拿不出这个钱来 然后政府也不出这个钱 企业也不出这个钱 那最后是谁来出呢 这个大爱清晨 就试图筹款 来给这些农民工提供这个帮助 当然杯水车薪能解决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能解决的问题 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呢从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看出来 当我们说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它一方面 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找政府 第二个是找市场 第三个是找社会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 是社会的力量在起作用 那再举一个例子就是 在北京现在有一个 很popular的一个读书会 它叫金融博物馆读书会 这是一批什么人 就是北京有一批大款 就是像任志强 潘石屹 王威 就这些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组织了一个就是读书会 然后在北京可以说是 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一个读书会 他们可能平均每个月举行一次 然后大概每次都有就是几百人参加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并不是一旦 让它陷入这种自发的状态 它就一定是一种浑浊的 一种脏乱差的一种状态 因为这些大款按理来说 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时间和金钱 花在吃喝玩乐上 但他们也用他们的时间和金钱 用来组织大家读书 来分享这个思想的乐趣 所以从大爱清晨到金融博物馆 读书会这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自发的力量 在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解决人们的这种贫困可以说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那相比之下反而是政府的力量 比如说这个有政府背景的这个红十字会 在中国现在遇到了非常大的这种信任危机 就是因为它曾经有过不良的挪用善款的记录 有过这种人们发现它有一个发票 这个红十字会 这个发票一万多块钱一瓶酒的这么一个劣迹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反而它的这个口碑非常差 然后我记得去年这个四川亚安地震的时候 当时这个红十字会去发出这个捐款的号召 结果下面有成千上万的人跟贴就一个字 滚 就是可想而知这个信用危机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社会其实并不那么可怕 反而是有的时候政府比社会可能更加可怕一些 那么但是呢在中国大陆现在做这种公民组织 做这种公益事业可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一个就是本身这个政府的不信任 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这种打压吧可以说 这个呢像从最近大家可能 如果是大陆来的学生可能听说过一个名字 叫许志勇 那这个许志勇呢 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无非是就这个官员财产公事这件事情 以及教育平权这件事情 去做了一些努力 组织一些就是说这种弱势群体 进行一些 这个就是你可以说抗议静坐 或者是打一些调伏等等 那么他现在因为做这些 他已经就是说被这个关进去了 然后前一段时间他的这个起诉书也出来了 然后说他的罪名是 这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 当然后来很多人 因为这个起诉书里面充满了这种什么密谋 什么煽动 什么火同勾结等等 这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这些词汇 但是实际上这个起诉书在很多人读下来之后发现 就像一篇表扬稿 因为很多人发现就以前我不知道这个人这么好 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好事 所以这个就说这个起到了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个是国家政府对这种民间自发力量的一种警觉 一种压制 另一方面来说 因为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 社会本身对这种社会自发的力量也有一种恐惧和不信任 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像之前我记得去年对亚安的地震这个事情之后 中国有一个还比较著名的作家叫李承鹏 李承鹏他去做一些支援工作 然后后来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无数的普通网民对他提出种种非难 比如说你明明是26号送的帐篷 你为什么说25号送的 你明明是这个送的小帐篷 你为什么不说是小帐篷 就是让我们误以为是大帐篷等等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出来 这些提出质疑的人 他一般来说他不会对国家的项目 或者是国家的工程 投以同样的这种警觉的态度 但是他对社会自发的力量 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警觉性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做这种公民社会 做这个公民组织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 虽然不容易 这个力量毕竟是在兴起来 而且可以说因为不容易 才显得格外的难门可贵 所以我觉得因为 如果没有这种力量 如果这个社会只剩下 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那么实际上可以说文明的很大一部分 就不存在了 嗯 嗯 嗯